你还不回路 好 在的朋友 扣个在子 我们就话不多说 扣了一了 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 开始今天的正式的分享 好吧 扣个在子 一直都在 谢谢 因为要互动 昨天我们小龙还在那说 他说我们长时间在那里 不拉不拉不拉讲 是的 平台老觉得我们 他们很严谨 就是不是直播 就怕是录播 是 就录好的内容在这播放 是 是吧 因为如果互动少了的话 互动都少了啥 的话系统还会这么判定的 那倒是 如果我们要是有个福袋的话 大家点点福袋 如果有这个互动 好像系统还不会这么判定 但是我们福袋现在能搞吗 好吧 反正这个 只要你喜欢的停留一下 好吧 因为我们是新开播 就大年初八到十五的时候 策划了连续 连续八天的一个直播的内容 今天是瓷器的顶后一天 明天请了脚老师 讲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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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彩 这几天都很夫妇 古语 修画 明示瓷器 然后家具 基本上把生活当中的能够接触到的 这些能够盘够了 对对对 所以的话呢 进入直播中的朋友们可以点一个关注 加一个粉丝灯牌 明天后天还有继续精彩的内容 好吧 那好 来 亲爱的朋友们 你现在进入的是收藏思想会的直播间 那今天的这个新春干货系列啊 之陶瓷的这个板块的话 又给大家见面了 那在今天下午的话呢 我们依然邀请到了著名的古陶瓷建藏家 卢大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而且也是特别具有这个学者风范的 他自己写陶瓷的系列丛述也写了很多 当年的这个中华博物网 也是在整个我们的收藏圈层里面 特别是喜欢瓷器的朋友们都是都知道的 在那个时候营运了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藏羽们 能够走正确的道路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罗老师请过来 那今天的主题 我相信喜欢瓷器的朋友们 因为苦意不知道怎么去入谋 也不知道怎么去了解 就是说在瓷器的 这千年来的历史长河当中 哪些是耀眼的明星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你玩瓷器必须要知道的 八大民谣 当然其实还漏了一些 我们都给你们补充 因为这个真的是一千多年来 全国各地 但凡有条件的人都想生产瓷器 一定算当时瓷器还是硬通货 还能够赚钱 甚至还能赚外费 所以的话呢 这个全国各地 你可能都有一些 只不过说 那这样说 我们大师姐刚才说的话 就是我们中国古代 生产陶瓷的窑口是非常多的 我们一般的 就是我们现在讲陶瓷吧 昨天讲的是主要是 原明清 今天讲的是八大民谣 主要是集中在高谷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分割是挺好的 因为我们去研究中国古堂词 确实是把它分割成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元代以前 那么这个我们一般叫它高谷词 第二个就是元代以后的 我们叫它明清词 那么他们这两个概念 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就是高谷词啊 我们形容它是陶瓷的战国时代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刚刚大师也讲的 那个时候啊 全国各个地方有条件的 他都去生产资器 所以那个时候呢 中国我们统计一下 送到以前的中国大概有六千个行政单位 那其中三分之二都有 骚造陶瓷的这个痕迹 那么而且呢 那我们在2001、2002的时候呢 我们编撰出版的中国古堂词标本重书 当时我们收录的这个遥口就有六十个 那么也就是说这六十个遥口 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都是有影响力的 那当然了 我们在座的这些朋友 你刚开始学古堂词的时候 刚刚开始研究的时候 可能一下你没有这么多的精力 去把这些中国历史上的古堂词都能够研究一遍 所以往往抓住要点 这个是比较省时省力的 才有代表性的 那所以呢 我们往往要么就把它分成叫五大民谣 要么就是刚才说的八大民谣 或者说八大谣戏 当然了这里面我们待会还要讲 它里面还是有一些具体的区分的 那我们待会再往下来说 对 所以就是说了解一些明星的重点的代表性 是非常重要 是的 就好像我们学茶业绩社 我们也会说六大茶类 那么每一大茶类的代表茶 那其实你要去喝的 那有些小种茶小门类 有的时候你本身就比较难找 而且它当时没有脱颖而出 也就说明它可能在地理环境 或者生产制作方面 还是比别人稍微略 稍逊色一些 所以就没有拖出来 所以我们真正的要去关心的话 是刚才也还在那说 有些窑口在把它作为横向对比的时候 还是觉得它的艺术性没有别人高 对的 所以这个东西你还要去看艺术性 是的 好吧 那来吧 刚才已经有茶友们 声音可以吧 声音可以吧 刚才已经有朋友们都把这个 你看汝瑶 耀周瑶 官瑶 定瑶 此周瑶 君瑶 景德正瑶跟歌瑶 都说出来了 都说出来 甚至还有人问 蜜色词应该属于什么 是的 蜜色词应该属于 应该有人都回答你了 蜜色词属于月瑶 对的 月瑶 你看我们自己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们 可以自己互动回答的 你挺好的 就是要在多公平上 多跟我们互动 因为昨天前天我们都收到了平台的这个警告 说我们不是在直播 所以大家就是偶尔都在平台上自己互动起来 因为老师在说的时候 在密集输出的时候 我就不打断 我甚至可能只会是20分钟左右 才会提醒大家点关注互动 所以这十几二十分钟的这个长时间 大家帮我们在公平上互动一下 好吧 可以了 好的 谢谢 那我们就开始了 这个八大民谣 说实话 其实也没有说一定是分个先 一定是分个先后的顺序 是的 反正就是我们的小编 我们编导怎么排 我们就怎么来 好 所以你看这个小编的这个叫做偏爱 第一个还是排在乳窑 排在乳窑 这个挺好的 还是乳窑 对 我们昨天也专门讲过了 就是在这个全世界公认的中国古陶瓷的巅峰 就是乳窑 对 那么这个呢 就包括我们自己国内的 包括国外的 都认为乳窑是中国陶瓷的巅峰 所以把乳窑排在第一 毋庸置疑的 毋庸置疑也是无可厚非的 对 我要这样说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窑系的区分 我们以前总说有两种 一种叫做五大民谣 这个名是名人的名 那么所谓的五大民谣又有新旧两种说法 对 旧的就是老的五大民谣就是历代传下来的五大民谣就是在明代清代民国啊 这个时候的认为的五大民谣呢是叫财汝官割定 财谣辱谣官谣割谣定谣 这个是我们在明清的时候到了明国的时候都是这样去认定的 对 田野考古 那么在古陶瓷界啊 这田野考古的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陈万里先生和冯宣明先生 那么由于有了田野考古那么慢慢的就出现了很多证据 这些证据呢有的是颠覆了以前的金石考古的结论 有的是对他做了详细的补充 我记得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考古界的泰斗级人物啊 张光直先生有一句名言叫考古无结论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考古做的任何的结论都是暂时的 都是基于现有的证据来做出的一个判断 但是很可能明天这个证据就被新出土的证据颠覆了 嗯 那么所以今天的结论变成了被推翻了 那么所以呢后来呢由于田野考古的发现 特别是柴瑶到至今为止没有找到这个柴瑶的瑶址 然后在这个文献里面也没有更多的证据 所以呢新的五大名瑶呢是把柴瑶踢出去了 嗯 那么所以新的五大名瑶呢是乳官割定军 嗯 那么这个五大名瑶呢一直延续下来 但是呢进入到21世纪呢这里面又有变化了 嗯 也是根据田野考古的发现 和田野考古不断出现的证据啊 发现这个五大名瑶也有问题了 举个例子啊 我们说乳官割定军 乳瑶没有问题了 对 官瑶 官瑶也没有问题了 这个官瑶呢特指的是北宋官瑶和南宋官瑶 嗯 这个也没有问题了 但是到了第三个 乳官割 割 割瑶有问题了 嗯 那么现在呢大部分的学者公认割瑶是在元代以后的 嗯 那么所以呢他不能排进宋代的五大名瑶 嗯 那么割瑶踢出去以后如果把割瑶踢出去再往下呢 乳官割定谣没有问题 嗯 最后一个是军瑶 军瑶 它是替补上来的 嗯 那么我们这里面又要说清楚一个概念 我们说的这五大名瑶 呃 这五大名瑶它的先决条件 就是这五大名瑶都有官用词器 嗯 就是都有供词或者说有御用的词器 就是有官瑶的性质 那么军瑶有没有官瑶的性质呢 那以前我们认为啊这个北宋的时候 这个石花岗啊进贡到到这个开封汴梁啊修建这个宫廷的时候 进贡了很多这个呃这个军瑶的花盆 那么所以呢这个呢是定为它是宫廷用的 嗯 但是我们现在认为啊 以学界有大量的考古的证据啊 以及一些田野考古或者是这个 这个科研考古出来的认为 认为 以前我们认为的军瑶的官用词器 不是宋代的而是明代的嗯 所以呢军瑶作为官用词器的五大名瑶 它又被提出来哈哈哈 对 就实在总是在这样子农坏啊 总是在农坏啊 对 所以呢我们大家学习这个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把自己的思维固定在某一个地方 对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是刚刚开播的一个直播间 而且相当大一部分的朋友们可能连八大名瑶是什么都不知道 是的 所以呢呃我觉得直播间也有就是说可能从事一段学习爱好甚至很资深的一些藏友 那您不要着急对吧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普及的知识太浅了 那您可以点个关注以后再来 以后我们做一些深入的专题的时候 你再过来探讨 是的 但是直播间还有相当一大部分可能它才刚刚开始进入的 以及你说你在这些内容你可以在网上去一一的去整理 首先你花了这个时间精力没有 第一 第二你再听一听这个已经研究了几十年的老师 哪怕是你在网上找到当时老师现场的有一些观点和他的认知和认可 甚至是些案例 你网上能找到吗 未必哦 所以这就是交流和学习的价值 是的 好吧 所以我觉得公平上的朋友们 咱们既然进入到这个直播间 我们互相尊重 按照我们本身设定的一个流程来 大家当然大家有什么好的问题觉得好 我们可以及时的调整和互动 是的 是的 而且老师也带了标本 不要着急 嗯嗯 真正的好的讲科老师怎么可能没有标本呢 哈哈哈 是不是啊 老师讲的好是吧 对 从以前没有这么系统过是吧 好的 那就行 那我们就继续 刚才老师先把就是八大民谣的一个定义 因为我经常讲的就是有互动 你能提问题就说明你听进去了 对 听进去了如果你能提出问题来 由现场能够解决的话 就说明你的印象会更深 嗯 然后对于你的这个激励的作用会越大 嗯 然后你以后就会越来越多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学习的方式 嗯 嗯 说老实话 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啊 就是20年前30年前我们去学习这个 中国古陶瓷也好 中国古玉器也好 我们的老师经常讲课就是讲完书本一盒就走的了 是不会回答问题的 那现在呢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条件 互动 能够互动 大家可以多提问题 嗯 我刚才看的里面也有朋友在说这个柴瑶的情况 当然了我们今天不做具体的开展展开了 对 因为这个柴瑶呢确实是有很多种理论的 嗯 那我自己接触过的就已经有六种理论了 就是关于柴瑶的是否存在 或者是它在什么地方 而且我都跟直接的当事人 是有过很密切的探讨 嗯 对 那么包括刚才我看到上面写的这个柴瑶研究会了 那他最早的这个发起人曾经来过广州 我们古塔斯标本研究中心 嗯 我们现在说的是二十多年前了 嗯 就已经有很深入的探讨 嗯 这个我们就不表了 嗯 我们就不表了 因为今天也没准备好这个 是的 好吧 那么我们接着就来说 汝瑶 嗯 那么汝瑶呢大家又要说这个观点啊 就我们昨天曾经提过这个汝瑶 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在这五八大名谣也好五大名谣也好 我们说的汝瑶它实际上是有两个概念的 现在我们说的汝瑶啊 这个概念我希望大家那个脑海里面要有一个很清晰的区分 嗯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五大名谣里的乳谣是特质乳官谣 乳官谣就是 而不是米乳 哦 就是官谣的乳池 就是官谣的乳池 对 如果我们大家去过河南去过这个考古 宝峰去过考古的话去过现场的话摇指现场啊 对 这个呢我多说一句啊 我建议大家如果将来有兴趣往古陶瓷这个方向去研究 或者是更深入一点的去玩古陶瓷的话 有条件的话尽量多去摇指走一走 嗯 当然我不是说现在的摇指因为现在很多摇指已经封闭了 你根本进不去 嗯 或者说不能像我们以前一样随便去这个摇指片呢 现在是不行的 嗯 但是呢 当你去过现场和没有去过现场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么好 接回来我们说的乳谣是特质乳官谣 对 那么也就是说在清凉寺这个地方 烧制的共北宋宫廷使用的官谣 嗯 那么这个是乳官谣 嗯 讲到这里面呢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 嗯 我们说这个宋徽宗 他的这个 艺术上的造语是无用自疑的 嗯 当然我们说他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皇帝 但是他一定是一个好的艺术家 好的艺术家 嗯 对 那么他在艺术方面的造语 这个是无用自疑的 但是呢他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选择困难症 怎么了选择困难症 对 这个很有意思啊 特别是在陶瓷方面 我们认为他是有一些选择困难症的 为什么呢 就是他当年我家各个地方 就是我们接着要下面讲的这八大瑶系啊 很多瑶系其实都有共词 共词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瑶指烧制的瓷器 他把最好的这部分挑选出来 然后作为当地的最好的产品 进贡到宫廷里去 比方说月瑶最早的月瑶的密色 就是这一个概念 就是进贡的概念 进贡的概念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景德镇的这个 关窑 玉窑 玉窑厂 景德镇的玉窑厂 和这个景德镇就是我们说 唐代和宋代的这个清白柚池 它都是有这个就是供词的这个概念 但是这个供词呢 它还不是关窑 它还不是关窑 只是地方窑厂把它生产的最好的一部分瓷器 进贡到宫里去 那么我经常说啊 就关窑啊 关窑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概念输清楚 关窑的发展是经历过三个阶段的 我觉得大家要好好记住这三条 第一条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供词 也就是说地方性的窑厂 把它最好的这部分产品进贡到宫里去了 精条细选 精条细选 这部分的瓷器非常多 比方说耀州窑 比方说景德镇的胡天窑或者叫清白柚 比方说岳窑的密社 比方说这个这个耀州的这个克花 那么它是作为地方性窑口最精的产品供到北京去 就是供到宫里去的 宫里去的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啊 我们把它形容成单向的 单向 什么叫单向呢 就是你跟我们谈恋爱一样嘛 那个男生啊 对啊 没错了 那个男生看着一个女孩子 我今天给你送一个花 明天给你送一个花 人家女孩子理不理你呢 是另外一回事 对 他把他的东西供到宫里去了 宫里不一定喜欢他的东西 对 所以宫里就没有跟他说 你再继续给我供了 没有 那么慢慢的这些窑口就不再做进贡了 明白 这个是一个单向的 嗯 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一个双向的了 嗯 也就是说宫里在这些进贡上来的瓷器里面 发现了我觉得很好的瓷器 那么就下指给他说 你以后每年这些瓷器你多给我进贡一点 嗯 那么就包括了我们刚才说的景德镇的 胡天瑶啦 包括密社池啦 这些呢就是双向的了 就是早的时候 宫里啊 我们这边也给 也给了 双向奔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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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向的了 嗯 那么到了第三阶段呢 就是宋徽忠了 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 他由于他认为你送上来的很多瓷器 还达不到我的要求 嗯 还达不到我的要求 怎么办法呢 我提出要求来 你去做 对 特别是我做了一个梦 哈哈哈 梦见那个天青色 对对对 春色舞月诞生了 对对对 那邀请你去做 那么然后呢 他就下旨给各地方 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叫 金丝自制窑烧枝 就是宫廷指定在某一个位置 建立一个窑厂 专门来烧 特定皇家公用 这又变成了一个单向的 嗯 所以呢 官窑或者是益用池的这个发展 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单向 第二个双向 第三个回归到单向 指定 对吧 这个很有意思的 大家把它当成一种故事啊 当成一种来学 奈落了解 就很有意思的 嗯 那么乳窑就是这样一个阶段了 我们知道米乳 是一个比较大的窑厂 如果我们去过暴风的话 就知道 它的窑厂会非常大的 清凉市只是在它某一个局部 我去看的话 可能那个 在当地的窑厂的占 占地的面积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到 十分之一都不到 那么他就在这个地方 就设立了这个乳官窑 烧至清凉市的乳官窑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说的乳窑 就特指清凉市烧的乳官窑 嗯 所以我刚才再三要强调这一点 大家脑子里一定要记清楚 我们现在说的五大民窑里的乳窑 是特指的乳官窑 对 就是我们昨天也说过嘛 光是广东省就有1000多件乳窑 哈哈哈 但是那都是名乳 名乳 不是官乳 那么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很清楚 对 那么乳官窑 就我们也经常说了 就乳官窑是全世界公认的 中国陶瓷的顶峰 嗯 那么他 他的来历 他的来历 还是宋惠中 还是宋惠中 对 那么我们在昨天看到的这个十大天价的瓷器里面 就有两件的乳官窑 对 对吧 那么说一直到今天 乳官窑的地位 在中国古陶瓷界里的地位 是无可动摇的 嗯 而且乳窑他有几个这样的一个特点 对吧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如果老师今天是看图呢 还是说有样本 然后可以把这些都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交流一下 你看 我们想今天图片多看一下 禅玉文 是吧 陈兴兮 芝麻 芝麻 芝丁 来 看一下啊 大家多看一下 对 然后呢 因为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去看食物啊 很难看到食物了 其实清凉寺乳窑我是去过好几次了 嗯 那么以前去呢 早期去的时候呢 还能采集一些标本 现在去是根本不可能了 嗯 那我我这边呢 我每次去 我都会啊 做一个记录 哦 大家看一下啊 2015年采集的 对 大家看一下啊 嗯 清凉寺乳观阳 2015年6月25号 现场 现场 嗯 那我们当年采集的 现场的标本 哇 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拿一个那个盆子吧 拿一个盆子 可以盆一个盆子出来 好 这样底色也好看一点 对 盆子可以多买几个啊 是 好 哇 别看这一小片一小片 现在官乳的那个瓷片都不好 不好找了 不好找了 哇 这个颜色好看的 嗯 有些他没有到 感觉到天晴色一样 嗯 但因为他还是 就是当时的技术 还是有所欠缺 嗯 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每一件 都是最顶级的 嗯 每一件都是最顶级的 所以呢 他慢慢烧的时候呢 仍然是有刺品 对 还有要打破的 对 所以这个是 对 在窑口那个方面的 对 你看呃大世界手中这个啊 这个颜色就出来了 这个颜色就出来了 对 有直钉的 这件事基本上跟你刚才封面上的那个图片的颜色 就很接近了 有点接近了 就很接近了 就跟这个 对 就已经很接近了 有接近了 而且也有开裂冰裂纹 是的 嗯 就这个 接近了 很接近 就是有他的清如天 面如玉 是吧 是 还有禅意纹 就是这种开片 是是 还有枝钉 你看正好这个是枝钉烧 嗯 对 五官窑的这个底下的枝钉 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它的底部 是用枝钉把它撑起来的 嗯 那这个枝钉呢 我们叫它芝麻撑钉 这个撑啊就是撑起的撑啊 撑 撑起的撑啊 撑干跳的撑 嗯 所以呢它其实下面呢 有一个垫底 垫底上面挖了几个洞 那么在它每次烧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枝钉啊 手搓的有点像我们搓的这个面鱼 这个枝钉两头尖的 嗯 插在这个上面 烧完了以后一敲掉啊 这个电饼还可以继续用 枝钉就不要了 嗯 嗯 我们再看看这一件呢 这是当时的一个火灶 嗯 但是我们看看里面还有龙龙的 哦 火灶是什么意思 火灶呢就是当时的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叫温度计 哦 因为当时的没有探测工具 所以你那个窑里面的温度啊 你是没办法掌握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些窑工们呢 就会在这个窑里面挂一串的 这个所谓的叫火灶 火呢就是大火的火 灶火的火 灶呢就是灶明的灶 嗯 那么在这个窑口的附近呢 挂一串这个火灶 然后呢每隔一段时间呢 用个铁勾去 把这个 所以它上面你看都有一个洞在上面的 嗯 包括您刚才看到这件 这件也是一个火灶 哦 这个也是火灶 对 那么它会 那这个颜色发出来好看的 对 那就是在这个阶段 那也就是说烧到这个时候 他把这个拿出来一看 哎 你看烧到这个时候了 就成了 那就不要再加温度了 嗯 那这个是当年的温度计 嗯 当年的温度计 嗯 对 嗯 我原来这边呢 其实还有一件标本 但是现在找不到了 不是找不到了 上次被 去博物馆讲课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留下来 嗯 那个下面呢 还有一半个关字 印的 印 印款的关字 哦 还有半个 只有半个啊 就是那个宝盖头那部分 嗯 有款 对 但是现在这片 我不记得是哪个博物馆 他们拿去做资料 嗯 还没有反应 哎呀 下次要找回来 这片 反面这片也好看 对啊 对啊 看一下啊 但是我们大家现在要去这个汝瑶 再想去找一些 那给拿啦 这个是没办法的 我们前年去过啦 是的 到处有监控 是的 现在你哪怕在建谣 我们去建谣那里都说有监控 对 你那个什么 你挖了个瓷片走 马上就 哈哈哈哈 这个大盖帽就要找你了 是的 是的 就马上就要找你了 早年可能还没 早年还可以 还能捞到一点 对对 我是 我记得我建谣我是06年开始吧 几乎每年我都要带队去 少的一次多的两三次 嗯 做一些考察 那么当时还可以进去谣植 去收集一些瓷片 嗯 但是到了2016 17以后 基本上就不行了 对 特别是17年 我们有一次去了一个团 大概有50多人吧 嗯 正在准备想上山 我们前脚到后脚 就当地的文保部门 公安部门就到了 哈哈 是 所以现在再想去捡这个标本 有点难 可能是有点难度了 是的 那大家就看看 就我们刚才说的乳官窑 这里面的 基本上一些呢 是烧的不好的 我们说的温度啊 各方面不够的 对 但是像这一些呢 就是已经是慢慢的盛的了 对 然后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就下面这个芝麻参丁 要特别注意乳官窑的芝麻参丁 这里面我们经常以前呢 呃 讲过一个细节 就是 古代的芝麻参丁 由于它是把这个参丁烧完了以后 敲断的 所以通常呢 这个参丁是 突出来的 看到没有 这参丁是突出来的 如果我们看细节的话 那么到了后来呢 就是我们知道 纺烧的时候 很多呢是用金属的参丁 嗯 金属的参丁它可以反复使用嘛 嗯 那么但是金属的参丁呢 它不用敲断它 它一拔出来就行了 那那个时候呢 这个参丁的 呃 这个特征就是 这个参丁是下线的 嗯 那当然了 现在的技术可能有所调整的 就不用这个方法了 啊 我说的这个是 十几年的这个辩证方法 嗯 像昨天大师姐说的嘛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三个月 就 现在直播平台三个月 都给你换换一个算法 是的 真的你现在 而且它越来越智能了 现在它不让你说的一些话 你把它变通 是 我们原来是说 叫做穿白色衣服的人 嗯 变成那个什么都不行 要变好多 现在只能打首饰了 去见这个朋友 所以 系统越来 他们三个月都在换算法 何况做假的人 是的 他们也在学习的 是的 现在做假的人又好厉害 是的 你开什么班啊 或者说你 你发表什么讲座演讲 你告诉他你的这个 嗯 鉴定的密招在哪 好 他说你 你说是这个是吧 我就突破这几个点 是的 然后你会发现 哎 好像你又得去找了 所以有一些鉴定的 有些密招 有一些老师 并不是不愿意讲 他可能是小范围的脚 是的 他不会公开的讲 因为公开的讲 有的时候 嗯 造假的人 他有学到 是的 他有学到 所以 真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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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意思 但是我们是作为普及宣传工作 就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首先知道乳窑到底是什么 对 它的特点是什么 好吗 对 那我们来再看一些 好 食物的照片 然后从欣赏者的角度 我们应该怎么去 是的 就是看这些乳窑的发色呀 气形呀 是的 对吧 然后我们待会再来讲一下 如果你现在要去淘一件乳窑 你是 基本是没有可能的 对 除非像昨天那个 两点几亿的 你去淘一个 但是呢 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对 现代的一些乳窑 对 一个是这个 或者是跟乳窑相关的一些 待会我们再来讲这个 对 也行 好 来 大家看一下 对 这个是刚才的一个介绍 这些介绍 只要进入粉丝群 好吧 这个我们给大家已经找来的一些信息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们到时候届时 放在粉丝群里面 好吧 放在粉丝群里面 这确确实实 现在信息这么发达 但是这也是我们用了心 去把它收集出来的 对不对 那关键是还有这些来源 比较清晰的图片 对 这个是我们昨天说到过那一支 对对 而且在乳窑当中 在公开的拍卖当中 目前它应该是价格顶高的 对的对的 而且也是我上手过的一件 上手过的一件 这是很不容易的了 对 这个我就不表了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地方的乳窑 在博物馆里面 你就基本上很难去这个收藏的了 对吧 只能是看的了 只能是看的了 现在其实在发现的乳窑当中 大多还是没有说特别大件 特别大件都是盆啊碗啊 瓶啊洗啊 攒脱水仙盆 对的对的 然后也有指垂瓶和浴虎 但是你说特别大的那个瓶子 目前来讲可能不知道 对 有没有说真正的知道是吧 但是胎和幼 我们可以 可以老师来帮大家 稍微的普及一下 这里面呢也是有一些 挺有意思的一些元素啊 或者是因素 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这个乳窑啊 是世界上公认的 中国古陶瓷的顶峰阶段了 那么也就是说 在宋徽宗这个时候 他创造了乳窑 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乳窑呢是被历代的后代 后世的皇帝所去追捧的 那么所以呢 就中国后世的所有的官窑器里面 有相当多的部分都是去模仿乳窑的 但是呢 这里面就马上出现一个问题了 就是乳窑当时他所使用的原材料 和他的右面的配方 这个金兵打来的时候呢 就是这部分就 就遗失掉了啊 那就变成他的记忆 他的工匠和他当时烧制的方式方法 就已经没有了 因为我们要知道啊 就从现代科技角度去探测 乳窑的柚层是最薄的 乳窑的柚层是最薄的 但是呢 他的柚层虽然薄 但是呢 他是呈现了一种乳竹柚的状态 那么有很多人就认为 他可能是低温柚 那有很多人认为他是 这个柚的配方就是乳竹柚 对吧 我们看的刚才这个封面上这一件 这一件呢 应该是亮清柚 就封面上那一件 但是呢 亮清柚呢 反而不是乳窑的 这件应该是亮清柚啊 这件呢 反而不是最典型的乳窑 典型的乳窑 大部分是乳竹柚 嗯 他这个偏清脆一点 对 他这个是亮清柚 亮清柚 当然了 他这个配方有可能 不是亮清柚的配方 但是他烧制出来的效果是这样 但是大部分的乳窑 他是 我们叫乳竹柚 嗯 我记得十几 应该说二十年前了 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吧 嗯 我们骨头之界有一个藏家 福建的一个藏家 那他在乳窑花了十年的时间 收藏了大概有几千到上万的 这个乳窑的标本 嗯 然后呢 他用了五年的时间 把这个标本的拼起 就是修复它 就拼成了一个 一件件的原来的器物 那么那个时候呢 他就想编一本书 那这本书呢 是请耿老 耿老给他做了鉴定 耿老给他提了书名 叫乳窑宜珍 那当时他编这本书的 所有的照片文字 都是我过去帮他 这个做整理的 那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了 大概有上千件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 乳窑的 复原器和标本 嗯 那么这里面 你刚才看到的这一件 就是我们刚才封面上 说的这一件 嗯 亮清幼的 这个是极少极少 极少见的 啊 所以呢 乳官窑 它的代表 应该是乳卓幼 嗯 这点呢 我们跟着 在下面的官窑里面 我们又要讲 为什么说 宋徽中有 这个选择困难症 我们在下面一节 再讲 讲到官窑的时候 再来讲这一节 嗯 对 好 那这个 老师把胎和幼 稍微普及了一下 是的 对这个大家在 嗯 粉丝群里面去拿 那个PPT的课件就可以了 啊 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 啊 葵口喜就是 也是昨天的 是也是昨天的 看看一个完整器的 完整器的这个枝丁烧 对 这个枝丁 哇你看 是是 对吧 是 这个枝丁的 对 对 这个枝丁呢相对来讲 会比较大一点 对 嗯 这个枝丁相对 对我刚才 这个枝丁有没有什么说法 他也是说判 鉴别的一个标准吗 对我们刚才看到 这有朋友说了 这个枝丁的颜色 不是乳观瑶本身的 胎的颜色 这点说的非常对 嗯 因为乳观瑶是 他的胎色是香灰胎 但是呢 这个枝丁呢 敲下来的是 枝丁的残存的颜色 啊 所以呢这个颜色 不是乳 乳摇乳观瑶的胎色 这点我们大家要清楚 他的这个胎色呢 偏白 嗯 就是像这个 我们说像白米这种颜色 嗯 就稍稍带点黄的白米的颜色 嗯 但是真正的乳摇的胎色是香灰色的 嗯 有点像我们类似现在的 水泥混凝土这种颜色 嗯 稍微偏灰一点 嗯 嗯 鲁瑶在阳光下会不会变色 不会 嗯 怎么个变色法呢 你是听到哪里说要会变色呢 通通 嗯 那有可能是剑瑶吧 剑瑶在阳光下会呈五色 嗯 而且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它的灼光面 对对 但是乳摇呢 基本上是不会变色的 嗯 所以你看我们比较见到的 比较大的完整一点的 在博物馆 都是这样的 就大概这么大小 对对 然后你们 台北故宫可以看得到 对然后你们大家看到 这些都是乳卓釉的 嗯 那这些所有的故宫博物院的 产品和台北故宫的产品 大部分是乳卓釉的 嗯 它没有那么偏那个梅子青那种青 对没有的 它是偏您身上衣服的那种 那种的蓝法式 对对 这个我们当时在也有 也有去看 也有去看 去故宫的时候也有看 嗯 这个是很出名了 是啊 这个很出名 对 因为当年的工艺要做出这种 带花瓣的这种 棱角型的 就非常困难 对 但是现在的话 在景德镇 相对容易 有福田药里面还挺多的 嗯 那这里面又要说到另外一个问题 昨天我本来就是想说到这个问题啊 嗯 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 为什么高谷池遍地开花 嗯 到了明清池就景德镇一统天下呢 嗯 这就涉及到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了 因为在古 就是我们说元代以前 各个地方的摇 都有这个烧摇的活动 但是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弱点 这弱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 它的瓷土都是在当地取土的 那么当地取土呢 它这个瓷土的 呃 我们说它的这个成分比较复杂 嗯 最 要命的一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 我们叫铝啊 铝的含量比较低 通常我们现在去化验北方的摇口的这个铝含量呢 都是在10左右 嗯 那么铝含 铝呢大家都知道啊 铝本身就是一种粘合剂 嗯 那么铝的含量越高 那么它的粘合效果就越强 那第二个呢 就是很多地方性的摇口 它要经过两次烧成 嗯 什么叫两次烧成呢 就是它拉完坯以后呢 要烘干 就要速烧一次啊 比方说我们的龙泉窑 比方说我们的西下的钢瓦窑 这些它都是要用煤去烘一次的 嗯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多了一道工序 多了一道成本 第二 刚才说的铝的含量低 嗯 使得它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瓷土要增厚 嗯 才能多让它不变形 那么要增厚的话 是不是原料更多一点 嗯 那到了景德镇 为什么到了明清时候 景德镇一统天下呢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景德镇出产的优质瓷土 它的铝的含量非常高 我们看到最高的含量 已经到了百分之二十八点几 嗯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它可以把这个胎做的非常薄 而且不变形 在烧的过程中它不会变形 嗯 而且呢 它只要一次烧就可以了 它不用两次烧 嗯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要烧两次 人家只烧一次 对 你要做到一公分厚 人家只要做到0.5公分厚 那么是不是 嗯 然后人家的成品率还比你的高 那么所以就把所有的其他的地方性窑口都打败了 对 所以咯 那我们继续 再给大家看几个乳窑的哈 是 乳 乳官慈敲击声音怎么样的 谢谢 这个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啊 但是呢 我要这样说啊 就是你要是到他大排行去像大师姐那天到这个书比去看那件乳窑 你就敲了 吓死了 对对对 给你上手摸摸就不错了 已经不错了 嗯 但是呢 这点你问的非常好 乳官慈的敲击的声音相对来讲比较沉闷 因为乳官慈的烧制的温度 他达不到我们后来说的一千三百度以上 他的温度是偏低的 所以呢 他的拍的磁化程度比较低 好 我们继续欣赏一件啊 也在大印博物馆呢 所以现在其实认可的大多数都还是在在博物馆里面 就是民藏民间流通的还是比较不大容易被认可 是的 所以为什么能够有流传有趣呢 认可的在拍卖行一拍就是拍那么重要 是的 非常 所以民藏你们要验证的话 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不容易的 不容易 我也知道好多人很执着 但是很多时候你不要去说服我们 你真的是要拿出很多的执着的考验的精神 才有可能的 你要真的跟这些真的 才有真正的可能说你的这个利润是站得住的 是的 是的 所以就是说动不动就说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什么鸡干杯啊 很多的乳窑 我们一听其实脑袋都疼 脑袋就爆炸了 是的 那其实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少的 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大家不要去相信 真的不要去相信 是 我们当做欣赏 是的 然后你喜欢乳窑这个发色 我们也可以去寻找一下 现代当中有些乳窑的非遗传承人 有没有可能找到你喜欢的 是的 特别是一些喝茶的朋友 好吧 那你真的收藏的话 还是要谨慎 还是要谨慎 好吧 好 那我们再往下啊 好 就官窑咯 我们进入到官窑了 嗯 官窑呢 这个跟乳窑是有脱不开的关系的 嗯 为什么这样说呢 刚才我们也在说过 呃 宋慧中建立了乳窑以后 就是乳官窑以后 嗯 那么他往往的后续的都按照乳官窑的标准 嗯 来烧制御用慈祭 对 那么这里面呢 直接牵出了两个官窑 一个呢 叫北宋官窑 就是宋慧中同时 他在除了乳官窑之外 他同时还在烧制北宋官窑 嗯 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特制的南宋官窑 对 就是呃 这个在在这个康王 呃 特别迁都以后 迁都以后 在杭州这个地方 他还是按照乳窑的标准 去烧制一些御用词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所有的这个模式 都是按照乳官窑的标准来做的 嗯 那么这个就产生了南宋官窑 嗯 其实呢 嗯 其实呢南宋官窑呢 呃 我在十多年前呢 就讲过 在古涛之收藏界 南宋官窑 很可能是一个机遇 这个修内丝 但是呢我们现在根据记载 而且找到了这个食物出土 嗯 那我们现在认为呃 呃 呃 有烧制南宋官窑 呃 呃 这个平江府 有烧制南宋官窑 嗯 呃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呃 我现在通常认为南宋官窑是有五处窑子在搜 嗯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机遇 就是以前你认为他不是南宋官窑 那当然可能现在窑身一点 那进来了 那进来了 对 那如果你要是搜到那个以前不是的 现在又觉得是的 对的 那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南宋的官窑 对的 那这个事呢其实我在2006年的时候出版过一本书 叫做玩物自知中国古塔斯弹虫 那么我在那本书里面就已经呃 提出就是在南宋的中晚期在龙泉地方烧制南宋官窑是可能的 而里面有大量的证据和标本 呃 那么到了2012年到14年的时候 那么国家相关的机构 呃包括中国古塔斯研究会 呃后来叫中国古塔斯学会了 然后社科院的考古所 那么大家也都认同了这个观点 就是在龙泉地区烧制南宋官窑 那这个是有的 那么昨天讲的一句话要进入在先 哈哈哈哈 就是如果 对如果你在04年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 进入了 对那就有机会 对有机会 就抓住这个机会 那我们刚才讲的 南这个官窑呢实际上是分成两类 一类呢是北宋官窑 对 第二类呢是南宋官窑 那么现在要特别讲一讲这个北宋官窑了 好 北宋官窑呢跟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宋辉中的困难 选择困难症是有一定的 嗯这个联系了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啊 北宋官窑 而你现在做这个课件 已经把张公向定成北宋官窑 哈哈哈 不是放一个放月椅子 放一个 其实我认为是ok的 这几种意见 其实我认为是ok的 因为张公向窑子的发现不是现在了 因为他在20年前了 为什么他叫张公向呢 因为他最早发现的是在张公向一号 张公向这个地方叫张公向一号 那我们当年去呢 这还是个民宅啊 就在民宅的院子里面 我们进去啊 还看得到 但是你们现在去就看不到了 对 因为政府已经把这整个街区全部拆迁了 围起来了 已经围起来了 那所以他叫张公向一号 那么当年在2004还是05的时候 在中国古道之学会的一届研讨会上 那么大家就提了很多意见 有很多看法 当时呢大概是70%认为张公向就是北宋官窑 30%的学者认为不是 不存在 不是就是张公向不是北宋官窑 那当时呢我的意见就是 张公向应该就是北宋官窑 那么所以呢这个你看呢 这里面有四个有五个结论 第一个北宋官窑不存在 不存在 这种观念呢到现在还有人有在认为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北宋官窑的窑子还没有找到 那么第二个呢就认为 张公向烧字的清语词 清词系就是北宋官窑 那么这个呢 现在已经成为大多数业界的公司了 那当然还有少数的学者 持反对意见 但是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就是大家能够知道就是了 大概这么个情况 张公窑也是一个实实在在 那个时候就有存在的一个窑子 对对 如果我们大家能够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张公向看一看 那么这里面我为什么说 张公向窑子和北宋的清凉寺的乳官窑窑子出土的瓷器 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宋徽中的这个选择困难症 什么意思呢 对对这个挺有意思的 其实大家顺着这个思路啊 可能会对你们有一些 我觉得对未来的这些玩家 会有一些启发性的东西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最早的这个供词是单向的 就是地方窑口把它的最好的产品进贡到京城去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双向的 就是京城觉得这个窑口 这个瓷器不错 他就找了一个地方委托 就说你尽量给我再供一些东西 第三个阶段就是你再供来的还是不达标 那我就自己建一个窑来烧 这个就是宋徽中开始了 那么为什么他要做这种选择呢 就是因为他当年供上来的瓷器 还达不到他的标准 那么达不到他的标准呢 他就要建窑子来烧 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 叫我们叫困难选择症 选择困难症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宋徽中看到的瓷器有两种 一种我们就说是乳酌釉 乳酌釉的瓷器 刚才老师一直强调的 对乳酌釉的瓷器 那么为了继续烧造乳酌釉的瓷器 建了这个清凉式的乳冠药 那么但是呢 同时还有第二部分 这部分进贡上来的瓷器是量清釉的 进贡上来的瓷器是量清釉的 宋徽中一看 哎呀这个东西也好啊 那么这时候就产生了选择困难 这到底是乳酌釉的好呢 还是量清釉的好呢 那这样子吧 干脆我也再建一个窑 烧制这个量清釉的 等你们烧出来的产品以后 我再来做一个对比 最后再来确定 我是选择哪一个做我的御用词器 那当然啦 他最后选择还没有选择之前 就精兵已经打进来了 所以他的选择没有做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脱关窑跟北庄关窑 他是有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就是说我们说 乳关窑他是蠕主用 張宋相的北庄关窑他是量清釉 对我们现在也看一下啊 分别啊 张宋相的 你看 张宫项 张宫项基本上是很难找到标本的 因为他很早就被封锁起来了 所以我们当年的张宫项的标本就非常少 没关系 晚秋后台私信 或者你已经是我们收藏群 或者说是学查群的朋友 找下我们的班长管理员就可以了 总有方法能找到我们的 所以今天点了粉丝灯牌 加关注进入我们粉丝群的楼刚老师的 我们早前给大家录的一个很普及的 一个13奖的瓷器的课程 免免费费的给大家观看 刚才平平都说了 昨天他就已经对话完了 话完了之后一晚上看完了 不好意思厉害厉害厉害 今天来再听这个课的话 就完全不一样了 平平姐 那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 哎呦老师这还是在我生日的时候采集的呢 这个日子真好 好日子 2016年5月27日 河南汝州张宫项指现场采集 那其中的还有 我们在去张宫项之前 还去了文庙 那这片是在文庙采集的 这一片 这片跟刚才的那个乳观瑶 又有很多相似之处 对 当然 亮清幼了 对对对 那张宫项的就基本上全是亮清幼的 张宫项就基本上都是亮清幼的 你说千年了 出来的 这个幼面还可以这么亮吗 对呀 而且他这个大多都在土里 是是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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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够就经过你们的这个整理 还能够这么亮这个幼面 千年了 沃老师 对呀对呀 那这里面呢 这些土镜的比较严重 所以他的表面腐蚀就比较厉害 但是你看他的底的这个部分 就颜色又区别出来了 是的 你看这一圈 对 他又偏那种天青偏蓝 是的 是的 我记得当年香港的书笔 我不记得是书笔还是家世德 曾经卖过拍过一件张宫项 但是他没有定 他只是说北宋的清幼词 但是那件东西是 我们当时认为就是张宫项的了 觉得那件东西是溢价了非常高 溢价了非常多 我自己好几个学生都去想买那件东西 最后跟我说都没买到 都没买到 对 还有这是文庙的 对这件是文庙的 对 那我们为什么要说文庙呢 特别提一下 因为他烧制任何窑口的时候呢 他都要有一个先从一个小规模的 四烧阶段 那么在这个最早还没有见张宫项窑之前 他就先在文庙这个地方有个小窑 先去烧制 烧制成功了以后 再到张宫项这个地方建了一个正式的窑口去烧 这里面呢有很多 我们说还有很多细节可以去讨论 如果大家去鲁州的话可以看一看 文庙那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都知道文庙是国家物业 凡是文庙这些地方都是国家的物业 那如果是你一个民间的窑口 你在一个国家物业里面去做一个民间的窑口 这是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呢 这里面是有很多这个历史渊源呢 大家看一下 好这一片是文庙的 然后接下来这一片呢 对 来 这片小一点 这片小一点 那大家看到它这个颜色非常漂亮 像玉质感 对 玉质感 开片虽然少 但是那个 质感非常好 对 淡淡的 这个右面一看就是真的 老师的来源是这里的啊 当年老师要写书 跟着这个文武的这个考古 还有文物所的还有这个在这里采集的啊 是 在这里采集的 嗯 油润哈 嗯 好 我们再看一遇 这个是哪里的呢 这都是 张宏祥都是当时从窑子采集的 嗯 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也只能找到这么小的一片一片的了 那已经不中业 现在一点都一点渣 不让你带出来了 那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表现了它原有的风貌 但是上面的土清也很厉害了 对 也很厉害了 但是我们看到它那个底竹的状态 从一点一点 从一点一点清 对吧 对 再给你看一眼 这些 这些其实就可能烧的没那么好的了 是的 烧的偏灰 它的温度就没有 温度不够 对 就一溜在 可能就菜了就一溜在咬着 是的 那这些反而还偏黄了 对 但是 这些都是没有烧好的 没有烧好的 温度不够 对 所以其实当年的柴烧也是不容易的 是 非常不容易 你看 所以它能成品 还原出比较漂亮的颜色 有的时候也还要靠运气的 是的 是的 然后还有一片 这片好看 这片好看 这片是烧出来了一点 是 很有意思 对 很有意思 南宋官和北宋官的气形相同吗 它 这个就灰了 对 这个比较灰 官瑶的气形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我们说它其实它有三种所谓的官瑶啊 它由于它的气形呢有不同的用法 一种呢主要是祭祀用品 祭祀用品呢 就是我们现在比方说菇啊 这个花菇啊 然后这个 从事品啊 这些 这是祭祀品 第二部分呢 就是日常用品 就是它宫廷里面的这些 锅碗瓢盆吧 那么它要 第三部分呢 就是橙色品 它自己拿来做装饰的 那这三部分 占了大头 那么南宋官瑶呢 我们要讲到 为什么南宋官瑶 最后呢是在南宋晚期要到龙泉地方去烧制呢 就是由于它杭州的这个瑶址啊 它的产量不高 如果我们去过杭州的这个黄城遗址 我们会发现了这个修论石官瑶啊 原来是在这个黄城遗址旁边的 那么在这个黄城遗址旁边的时候呢 它紧挨着一墙之格就是太庙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太庙旁边 你整天去烧瑶 那是不是会打扰了祖宗啊 所以呢它就烧了一段时间以后 烧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它就把这个瑶址啊就撤掉了 就搬到了焦坛下 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焦坛下呢 我们就发现焦坛下这个地方那个瑶啊 那个瑶它是个龙瑶啊 它那个长度不长啊 很短 很短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这个瑶里面烧制的这个产品啊 数量是无法满足宫廷的需求 那么当时我们知道南宋宫廷里面呢 去统计我们有一些学者有过统计 当时的宫廷黄城里面 大概有六千到八千人啊 就是各种家属啊这些的啊 那么如果它这个瑶址不够大的话 那么它烧制的这个官用器就不够 那所以呢它要搬到这个龙泉地方 在龙泉去试烧 是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龙泉的 好 先看看这一片 这一片就是标准的南宋关 南宋关 这一片就 这个也是标准的南宋关 我们最早在修内斯出的词片呢 也是一点点大 修内斯的词片也是一点点大的 对 这些都是修内斯出来的词片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词片跟五官窑跟北宋关 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也有不一样的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是肯定的 由于它的原材料不一样 技工不一样 做法不一样 所以它肯定是不一样 但是它想尽量的往那个地方去靠拢 但这个颜色发射就 就不同 由于它的原料不一样 这应该是什么用了呢 它是没烧好还是 这个又发射偏黄 但是这个也是已经烧的差不多的了 这件东西也是很标准的 这一件其实就出来了一些感觉 对对 这个你看它叫 我们叫直口铁竹 它这个底部是黑胎的 那这件跟刚才那个张公相的那一件标本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它有一个不同就是它没有用支钉 它还是用垫圈 垫圈 对它是用垫圈来烧的 这是修内丝的 对修内丝的 对 这是龙泉吗 刚才那个 不是这三件都是我们叫南宋观遥 南宋观 对南宋观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还有没有南宋观 还有你看它的这个胎 这里面的这个胎偏灰灰一点 是 不是白的胎 对它的胎呢 我们叫南宋观遥呢 它是黑胎的 那为什么它是黑胎的呢 就是这就刚才说的了 就是它要模仿这个乳观遥 乳观遥呢 是香灰胎 它是比较深的 那么由于它胎色比较深 它的右面呢 是呈现湿透感 是乳竹用 那么到了南宋的时候呢 由于它是用的是石灰用 原来是用的石灰用 所以呢 它那个右面的亮清度就很高 那它原来认为呢 就是我能不能够把胎的颜色加深呢 所以它就在胎里面 掺入了叫紫金土 一种一种原材料 那么这个紫金土的 它的原框的颜色呢 是有点中红色的 那但是它烧出来的 就变成了这种 我们叫黑色的铁色 所以呢 它的目的是想 把这个 我们说把这个 这个叫做 右面的这个折光 透视率降低 对 来这个你说 我来给你拿 好 这一件呢 是小 这个龙泉 这是龙泉的了 2018年 18年 这还能采集到一点 2018年的9月9号 对 这个是小梅瑶 小梅瑶呢 有点跟刚才说的文庙 有点类似 就是当时的南宋关押在龙泉地区去烧制了 那它就先在这个小梅瑶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小窑口去试烧 如果我们大家去过这个小梅瑶的话 我建议大家去一下 现在这个小梅瑶门口立了个牌匾呢 上面就写的是歌的传说 就认为这个小梅瑶就是歌瑶了 因为它的那个开片跟我们传统的歌瑶非常相似 大家看一下 而且其实就是说乳瑶啊 官瑶啊 我们可能比较难 对 但是龙泉瑶的话 如果大家学好了 可能有机会在市场上还能够有一些能收得到 对 而且还是有些精品的 对的 那大家看看啊 这个呢 它上面第一个它的开片非常细密 这个开片呢 有一个有一个特定的名词 叫做哈密瓜 哈密瓜 这个很形象 哈密瓜皮 像不像 像得扣个一 我们互动一下 别光看哦 像得扣个一 老师这个说的还是很形象的 哈密瓜文 哈密瓜文 特别是这个啊 你看一下 对 怎么看成这个样子了 对 当然这种呢 就是当时的时候呢 是一种不成熟的状态 就是如果烧成这样的话呢 应该是没烧好的 但是这个成为了它的特点 就小梅瑶瓷系的特点就是哈密瓜文 而且除了它啊 别的地方基本上是没有了 这个比较过分一点 刚才这个 这个也是 你看这个开片开的 对 这开片开的 那都是哈 对都是 这个是 小梅瑶现在你们进去 可以进去 但是第一个你就不能剪标本了 第二个就算没人管你 偷偷摸摸的也找不到标本了 早就被人家翻了无数遍了 你看老师2018年去的话 也就是找到这一点小点了 龙泉腰 龙泉腰精品的话也好看的 对 对的 发色好看 好 好 那我们官瑶的话 再给大家看一点点那个图片 好 再给人家看看图片 我们就继续下一个 来 这个是修内丝的 其实也不容易的 也没有什么完整器 也是把它拼出来的 是的 这里多说一句 这个因为我一直就知道 这个杭州有这个修内丝咬指 但是一直就没找到 所以我自己是杭州人 我是杭州人 所以我以前的每年 我都要回杭州一趟 就是陪母亲 不只一趟了 一般都是春看桃红柳绿 这个秋看满绝桂香 那么每次去 就花西湖龙几个堆 花小种的时候就要回去了 那以前呢每次回去的时候呢 总要抽一个时间跑到凤凰山路去找 希望能够找到这个修内丝的官窑 但是呢那个时候呢 一般的资讯呢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 就很多资料不全 所以那就很难找得到 但是呢在1988年的时候 有一次我是离这个修内丝官窑 无限接近 那次呢 其实我为什么很记得这个时代 因为那次是史上最强的台风 就袭击杭州 我当时我到达这个 凤凰山脚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啊 前面是一个铁门是个工地来的 那这个工地呢 还有一个狗 一个很大的狼狗 拴在那里 那我走到这个工地的时候呢 那个狗在叫 就说晚上了 差不多五点多 这时候啊 天非常黑 山雨又来 风满楼 然后再加上有个狗 所以呢我就没有再继续往前走了 就是急急忙忙就赶回酒店去了 就第二天 就是那天晚上 这个台风正面袭击杭州 这是大家可以查得到的 1988年 具体哪一天我一下忘记了 应该是8月份的 把杭州西湖边上 6千多棵梧桐树全部打掉了 那最后 这个地方就是发现 修内斯关窑的地方 我当年到达的这个位置 离第一处灰坑不到50米 擦肩而挂了 是的 这么错误了 挺有意思 来好 再看这一件 这一件是当时拍卖的时候 也还是比较轰动的 15年 对了 当时谁还 那个那个球国师 还抱着他咬了一口的 就做一个拍照的动作 这个也过意了 对 这件也是过意了 这件也是市面上的话 还比较认可的 是的 是的 而且你看这个胎 对 这个是非常标准的南手关 非常标准 我们说的直口铁竹 上面的口颜部分 现在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但是呢 如果是你到现场去看的话 就是我们说这个凸起的棱面呢 棱面的最顶端 基本上都是带的这个黑色的 这个棱面的顶端 包括中间的悬纹 对 这个是南手关窑的一个特征 对 而且在市场上流通的 对 那我这一点呢 讲到这个呢 我要多说一句 我们看刚才那一件呢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直口铁竹 是黑色的啊 但是呢 由于我刚才说的 其实龙泉地区 杭州地区的 它的瓷土啊 它是白色的 所以呢 一般我们烧龙泉 又烧龙泉窑的时候 烧出来的瓷土是白色的 但是为了要达到这个 模仿乳关窑的这个效果啊 它南手关窑呢 专门在里面添加了一种原材料 叫做紫金土 那么这个紫金土烧出来呢 这个颜色就是黑色的 哦 紫金土烧出来的颜色 对 所以 所以我们倒推啊 凡是这个黑胎的 基本上都是加了紫金土的 如果不加紫金土的话 它烧不出来的 但是呢 还有一个 就是紫金土的原框呢 它是中红色的 紫金土的原框是中红色的 那么由于它的温度 如果是没有烧够的话 那么这个底下的这部分 会显示出中红色 那所以我们为什么 我们现在很多资深的藏家 对这种红胎 红色底胎 温度不足的这个龙泉窑 就龙泉类型的瓷器 是特别在意的 就是它很有可能是 由于温度或窑内气氛没有达到 但是它是南手关窑 那所以我们大家也要特别注意 我不能说它是百分之百啊 但是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 因为它如果这个胎是红色的 就说明它是加了紫金土 它为什么要加紫金土呢 就是因为它是想 对是这样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在市场上淘宝的时候 要有心里面要有一些 可以观察那个点 心里要有数 对对是这样的 好这一件在博物馆的啊 这一件在博物馆 对 这个是官瑶的粉青用海棠石套盒 在国家博物馆 哇其实原来这还是很讲究 你看这个开片 它开了裂纹 开了那种没有的那种 你看它这种开片啊 就开了这种黑线的那个片 还有开这种冰裂纹的这种片 是的是的 两种裂纹跟开片它都出来了 对吧 曾经专门有人去评价这个瓷器的文片 因为我们以前呢 就是当年呢 当年的这些摇工们呢 认为这个开片呢是一种摇病 他认为这个开片是没烧好 没烧好就变成了一个摇病 摇病就是这个叫做 胎幼的这个膨胀系数不匹配 或者是温度的升降不匹配 所以呢它变成了一个摇病 但是呢到了南宋的时候呢 就特别喜欢开片 因为我们刚才看了特别 你刚才放的那件乳观摇 乳观摇的那件开了冰片文啊 那么到了南宋以后呢 南宋观摇基本上都带开片 那这个时候的开片呢是有意为之了 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摇病 不是把它当作瑕疵 是有意为之 那么这个有意为之呢 有很多种做法的 我们不一一展开啊 那以后有机会的话呢 可以给大家讲 对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南宋观摇的金丝铁线 所谓的金丝就是带黄色的片文 铁线呢就是带黑色的片文 那么这个金丝铁线也是衡量南宋观摇的一个重要的标记 标记 对 好了 那我们观摇就过了哟 接下来就开始歌摇了 好 歌摇了 歌摇其实也是这种的 开了这种片 对 歌摇 那我们大家说歌摇的时候呢 我又要回到刚才我们讲的宋代五大民谣 那么原来认为歌摇是宋代的 这里面有很多种传说啊 这个歌歌摇地地摇 这个有很多种传说 对吧 歌摇地摇 对歌摇地摇 这里有很多种传说 但是呢 现在呢 基本上已经认定歌摇 宋代的歌摇是有 但是呢 不是 就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这里面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现在这里面举出来的标准器啊 都是宫廷里面所藏的 我们叫它是歌摇的 你看到没有 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传统把它称作歌摇 但是这种东西呢 现在实际上呢 我们认为这个已经不是宋代的 这是元代以后的东西 那么所以呢 就是说歌摇已经把它从宋代的五大民谣里面踢出来了 那么它是元代的时候在杭州修内斯这个地方继续烧灶 那么宋代有没有歌摇呢 很多学者也在争论 那么现在呢 我刚才说2014年 大家可以去查查资料啊 2014年中国古涛之学会 和这个北京大学考古 这个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在杭州发布了一个 看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就认为宋代的歌摇在龙泉 这个是有这个定论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说 小梅摇一进门的上面就有一个台点叫歌的传说 对 那这个呢 可能是为了将来为龙泉地区烧灶南宋官窑 做了一个铺垫 对 做了一个铺垫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过去我们的业界曾经有一个结论 叫做龙泉无官窑 这个是我们长久以来业界的一个定论 但是呢 在20多年前 这个定论已经逐渐被打破 那么现在很多业界的这些学者 已经开始逐渐认为 南宋中晚期在龙泉地区烧灶南宋官窑 这是可能了 或者说有大量的证据涌现出来了 那么现在2014年开了这个新闻发布会以后 就为了将来有更多的证据出现 然后为这个龙泉地区烧灶南宋官窑 做了一个证明 对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关注龙泉地区 去烧制的这个南宋官窑 哇老师把这个都说了 龙泉窑已经敲重点了 是 龙泉窑可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 做好功课 做好准备 是 机会都是给准备好的人的 先进入后撤出 是的 然后我们大家看看歌窑的特点 那本身第一个呢 我们现在看图片可以看到它几个特点 第一个呢 它是金丝铁线 我们刚才说的金丝铁线 大多数是黑色的纹片 但是呢 后来的很多歌窑是带了黄色的纹片 那我要这样说啊 黑色的纹片是染色的 黑色的纹片是染色的 也就是说当时它烧灶出来以后 出窑的时候它开片是无色的 用了一种特殊的工艺把它染上了黑色 黄色的纹片是自然的沁色 自然的沁色 也就是说它当年开出来的片也同样是无色的 但是呢 经过日常添酒 你看到这里面就有一部分了 日常添酒的空气的这个沁色 跟我们的古域是一样的吧 跟着这个沁色 然后它慢慢沁进去了 这个是氧气的染色 使它成了黄色的 所以我们说歌窑的特征是金丝铁线 就是这个道理 你看有朋友 直播间的朋友就问 为啥要染色呢 那就是要达到这个金丝铁线啊 这个效果啊 一看就是铁线的感觉啊 对 那这个问题呢 是值得去探讨的啊 你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就在这里不便展开 因为这是一个很学术的问题 对 这里那么我们看了 从图片上看它的特征是这样子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歌窑的温度 烧尘温度普遍偏低 偏低 那么这里面呢又涉及到像刚才有朋友说 你敲它一下 对它的声音的普遍是发闷的 对 那还有第三个 由于它的温度普遍偏低 然后它用的是乳酌釉 所以它的右面是湿透感 是没有光泽的 这点大家要注意 对 还有第四个就是歌窑现在纯式的歌窑非常非常少 所以那只要我们发现一件歌窑 当然我说的歌窑是指明代以前的 越到了明清两代有大量的访歌 那么明清的歌窑不算 就是明清以前的 如果我们发现在市面上出现了有歌窑这种器物 闭着眼睛抢 闭着眼睛抢 但机会也得 机会非常 留给就是知道的人 那倒是 明白的人 是吧 好 那因为歌窑我们要见的话也比较少 比较少 真的是 老师稍微敲这个终点我们就过掉了 好 我们来说定窑 好 定窑官哥定君如定窑 在这个五大名窑来说也是非常有特点 是的 有白定好像子定啊 对定窑有很多种颜色 来定窑 定窑我这里拿了两片标本 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片是刻花的 一片是硬化的 这个刻的好看 一个刻花一个硬化 那老师先讲 先把基础字词先讲 好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 我们现在说定窑 定窑它是白柚词的一个代表 在唐代的时候 我们有一句话叫南清北白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唐代以前 这个北方是以白瓷为主 南方是以清瓷为主 清瓷的代表呢 早年是月瑶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龙泉了 那北方的早年白柚的代表 白柚词的代表呢 是行瑶 但是实际上白柚词的发源地 是在北齐时候 我们记得以前有一个电视连续剧的 这个名字叫什么 我一下忘掉了 但是由于那部电视连续剧 捧红了一个演员叫赵丽颖 哦 大家也知道 对 她的其中的有一部 叫女女什么 对 她当了一个女官 当了一个女官 陆珍传奇 陆珍传奇 哎呦 这个记忆里真的是 然后 我也关注到她也在那里做词剧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北方开始出现白柚词剧 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 那到那个时候开始呢 到了唐代呢 就在北方就用了行瑶 行瑶呢 我们叫做无论贵贱通用之 就北方大部分的 不光是皇宫贵族还是平民百姓 都用了这个行瑶词 那但是呢 行瑶呢 慢慢下来呢 就被定瑶所取代了 我们知道定瑶呢 在现在的这个叫定州啊 定州呢 其实他以前跟宫廷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密切的 我们现在好多人还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要讲一件事 大家就会清楚了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汉白玉 汉白玉在我们说战国时候 在汉代的时候 汉白玉都是宫廷里面 指定的建筑用料 这个汉白玉的出土 这个产地就在定州 所以定州的石雕 假天下 那然后呢 由于他这个定州 我们如果去过定瑶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朋友去过定瑶啊 就在这个定州之前 这个叫做济中大平原 是一片平原来的 那你开开车的时候 忽然中间冒了一个山出来 做很高的山 对 这个就是我们定瑶所在地了 所以他出了很优质的池土 那么在我们说了到了宋代的时候 定瑶是大量生产优质的白柚器 而且是进入了宫廷 那我们现在在宫廷很多带着客款的 宋代的宫廷的客款的 比方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 就是这个宋神中的皇后 叫杨皇后 她在用的一个戒瑶的一个展 下面写的是昆宁殿 那么这个是现在在讨论 她到底是当时的客款 还是后客款 但是杨皇后的宫廷里面 出现了大量的龙泉瑶的瓷器 和这个定瑶的瓷器 这个是考古发掘墓葬出土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的定瑶在宫廷里面 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是 单项的就是定瑶 把它最好的这部分瓷器 作为供瓷进入到宫廷了 然后在宫廷里面呢 也是作为一件非常好的一个瓷器去用了 我们刚才说的像皇后的用具 都是用的这个定瑶了 但是呢 后来呢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啊 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以前我们烧制瓷器 特别是到宋代以后啊 叫做一霞一气 就是一个霞波里面放一件东西 那么但是呢 这个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生产效率比较低了 一霞一气呢 一个霞只能放一件东西 那你这个摇的容量是有限的 那你一摇 你可能只能放一千个霞波 那你就只能烧一千件瓷器 但是呢到后来呢 出现了一种工艺 叫做挂烧或者叫副烧 啊就扣着 扣着烧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你一个霞波里面呢 就可能可以装十件东西 或者是二十件东西了 那么它的产量是不是 成倍数的提高了 成倍数的提高 那么这样子 成倍数的提高 它的效率就会越来越高 那么也就是说 它占有了市场 但是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就是由于它是覆烧的 它的口颜部分是没有诱了 没有诱的话呢 你用起来就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瓷器是 像这个瓷器的编剧啊 是比较刮手的嘛 那么如果你没有诱了的话 很容易就把你的嘴巴啊 这些手啊就刮坏了 所以很多这个扣的银口啊 或者是金口 但是 就是对 有记载就说 由于宫廷认为定谣的口有盲 不堪用 盲 盲就是盲口的盲 有盲不堪用 所以就不要定谣进贡了 所以你看 刚好有个问题 定谣有盲 供应词也有盲吗 对啊 然后就不让进贡了 就是他不让进贡了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宫里 有这个定谣口有盲的 很多都是包了金银口的 但是呢 你现在基本上看不到口有盲 没有做后加工的 所以就由于他定谣有盲 所以宫里就不用了 那回过来又讲一个问题了 我既然皇宫都用我的瓷器 我为什么不专门 还是用我的正烧的方式 烧供瓷啊 那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市场 和一个效率的问题了 那所以呢 由于他口有盲 不堪用了 那所以宫廷就另置谣烧枝了 所以这个才出现了 后来的官邀瓷器 所以定谣呢 他在历史上曾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那么但是呢 由于有各种问题 一个是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但是由于他采用了富骚的方法 他把整个北方的市场基本上都占了 所以他在民谣的这个概念上面 他是非常强的一个东西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又有一个大问题了 就是定州这个地方啊 刚好处在我们说的一个比较北方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宋辽金这个时候啊 三个国家经常打仗 一个辽一个西夏一个京对吧 那几个国家经常打价跟北宋啊经常打价 那么这个定谣这个地方呢 今天这个辽人打来了 明天西夏人打来了 后天这个宋代又打回去了 就这个地方呢 就打来打去呢 就变成这个窑子 烧制窑 就是我们叫做 这个烧制瓷器的这个工业 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那就慢慢的这个定谣呢 就不断的往南走 不断的往南走 就是我们说最早的在这个建池村 然后又搬到野北 然后又搬到这个东西燕山 那么他越往南搬的时候呢 由于他这个瓷土的来源呢 改变了 所以越往南搬 他的这个瓷土的质量就越差 所以我们就看到定谣受到非常大的制走 就是他的质量不断的在下降 到了就是说到了金元的时候 他就要到了金代的时候 他基本上这个这个定谣的这个标准 已经不能够维持宋代的这个标准了 这是一种一种 还有呢另外一个呢 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定谣的刻花和印花 这两个方法 方法 以前我们总是说看定谣 如果是刻花的 那就是北宋的 如果是印花的 就是南宋的 但以前的业界呢 通常就是以这样来定论 以这样来定论 就是北宋的时候主要是以刻花 这种是刻的 这种是刻的 因为魔艺呢又增加了这个 提高效率 提高了效率 魔具 盖个章 对对对 但是后来呢又出现了新的证据 就是在杭州 杭州的姓王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赵沟南渡之前呢 是康王嘛 他的封地在信阳 河南的信阳 所以他当时的宫廷里面 就是他的府里面 用了大量的印花的定谣瓷器 所以他在南渡的时候呢 就带了很多瓷器下来 所以在我们说南宋 这又可能作为政治局 作为政治局了 没错了 所以现在我们认为在北宋的中晚期 定谣已经大量的印花 这个印花跟刻花 大家应该还是能一目两亮 看得见 看得见的扣个一 这种就是模具硬的 他就没有那么灵动 对对 他就城市化了 估计每一个手工去刻 他都会刻的不一样 这个卷 可能今天卷的多一点 今天卷少了 可能这个飘逸感拉的长一点 飘逸感拉的没那么长 这个还是蛮明显的 刻的跟硬的 哇 这个千年了 这个胎幼怎么那么好摸 是啊 是啊 真的是 这两片是您比较代表性的两个词片 是的 这个是以前都是讲课的时候 我今天是临时翻翻翻 在上次我去那个佛山博物馆讲课的时候 这两片在里面 我把它翻出来 真好 本来想多找一些 下次来 下次来 对对对 下次来 这样大家就更期盼 如果大家有机会 真的是上手摸一摸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那个机会是少一点的 你现在要现场的话难 现在是要拥抱互联网 多直播 对吧 然后欢迎老师来多讲的 我们也可以扣个欢迎两个字 对 那么老师以后就明白了 在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大概需要什么方向 对的对的 然后喜欢看食物的 那么下次就劳烦老师多带一点食物过来 是的 这样就过瘾 就非常过瘾 欢迎 你看 谢谢 特别欢迎 你看 特别欢迎 好了 那定谣的话 我们再给大家欣赏两张我们找的图片 我们就往下了 来 你看老师就说有包的这种 对对 你看宫廷的话 就会有银口 就会有包边 对对 就包边 你看这个是成交的 这是在拍卖市场上成交的一个价格 对 这个也是有银扣的 这个是刻花的 对对 就这样老师一说就能看得懂了 这两件都是刻花的 都是刻花的 然后你看来 这个PPT里面 也有了 印花的刻花的 对 然后还有画花的 剃花的 就是它不同的工艺 不同的工艺 手工的工艺 画花剃花的 就大概是属于定谣的一些个工艺 特征 对 我们之前分享过的一个杯子 其实现代的 你看它这个白色 就没有老师那个白色好看了 但这种就是剃出来的 对对 现在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 它现在的这个 我们说淘土精炼的这个工艺啊 已经非常成熟了 所以它的这个右色的呈现 和它的这个淘 这个这件作品的这个后薄啊 跟原来的还是有所进步 对 所以你看 这个是我们 对老道说我们去定谣学习的时候 发现的这个 就是说定谣的飞衣传承人 编维老师 他在传承 虽然博物馆里面很多重要的器物都是他在 他在复刻 在复刻 所以你看他其实 做的一个这种 类似于像延伸的这种茶 茶周边的东西做的还是不错的 你看这个替刻 是的 这个替刻 但是跟我们老味的就不一样 新的跟老味的 哎呀 真没办法 但是现代来讲 这个更干净 可能看茶汤呢 也更加的明亮一些 是的 心很老 也给大家做个小对比 对比 我们经常看了 你这两件东西就讲 我们以前经常说 这个右面 什么叫做贼光 什么叫做宝光 对 他就 他偏心的话 对 但其实他的右水处理的还是比较好的 对 没有那么 那个那个 癌版 是的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大家要多看 多看 多了解 对 因为有些讲的 你心里就有标识 对对 光是靠讲很难体会得到 对 而且你看在定谣当中很出名的这个孩儿诊 孩儿诊 对 这一件 这个当年我还记得在 在在在这个澳门好像还拍过一件宴品 哎 这个就算了 对 好 军阳好看的 哦我们又来讲军阳了 军阳是好看的 对 军阳也蛮有意思的 嗯 来 军阳也有明军跟官军之分 之分 对对 我们来看看军阳 嗯 他那种带红斑 那种玫瑰籽是蛮有意思的 而且那种秋泥什么叫秋蝇走泥文的那种感 对 秋蝇走泥文是有点它的一个特别之处我们也去了宇宙当时学习那个什么宅建林先生带我们去带你去对 可以也去学了嗯这个都没有那个特别的那种红罐啊这篇有了啊这篇有了啊这篇有了你看这两个都算偏北方的药物宋代因为本身定都都在北方嘛河南哈嗯哼所以你看这摇口多上手是的多上手 来先大家先看一下我们找的一些呃资料先大家啊 啊 铺行一下啊 嗯 好我们要说一说这个军阳嗯 军阳呢是我们刚才说的啊就是第一个呢我们说的五大民谣五大民谣里面的军阳呢原来是特子官军嗯啊这个 呃大家要清楚特子官军那么明军和官军是有分别的明军呢就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呃这个 这个唐代的时候鲁山断殿鲁山就开始烧制花柚池嗯那么这个花柚池呢就是后来的军阳的前身呢 所以呢到了宋代的时候到了宋代特别是之后的金元呃这个军阳或者说军幼池一直都有烧制啊 嗯啊这是第一个观点啊 呃第二个观点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军阳现在要改变一种说法不要叫军阳我们通常都叫军幼池 因为为什么呢啊以前我们说军阳呢是特子在这个神后啊或者是在某这个雨线这个地方烧制的这个池制 但那个概念呢是指官军 哦官军啊那个概念是那我们现在啊对我们现在说的明军呢实际上在整个山西河南很多窑都在烧军幼池嗯 嗯那以前呢呃在我们收藏界啊以前呃有一些市面上出现的一些很漂亮的军幼池 大家都认为他不对嗯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河南烧制的军幼池呢有很大的区别 嗯比方说第一个他有可能是红胎的第二有可能他那个胎里面呢带了这个星星点点的黑斑嗯 那么我们很多人就往往就把他给枪毙了嗯但是呢到了现在不考古不断的发现发现 发现出来的就是这一类的军幼池在整个山西从山西的北部到山西的南部 有大量的窑口在烧制军幼池嗯那么他们的特点我刚才说了就是他的特点一定是地域性的特点 所以他跟河南烧的军幼池是完全不一样的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不要把一个没有看见过的东西就把它简单的枪毙了嗯这个是不对的对啊我们需要等 等更多的这个资讯或者说等更多的证据 证据信息补充上来对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呢就是我们说的官军 官军呢以前的特质我刚才也说过了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呃 这个叫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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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花石缸的时候啊这个宋回忠定的这个军要 就叫军要词啊叫官军啊那么原来呢是国内的业界呢都是这样认为的嗯但是呢这个呢后来 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的 证据就反驳这个观点 当然我跟很多当事人是直接探讨过这个问题 比方说像河南考古所的赵群云老师 我们是探讨过好几次的了 然后我也去过瑶寺去看 其实我们现在去瑶寺有很多问题的 我们如果是去看瑶寺的博物馆 包括现在发掘的这个瑶堂 都是有一些问题的 这里我们就不太展开了 那么很重要的一个是 就是在21世纪初 深圳考古所曾经举办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 专门来讨论 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冠军 到底是宋代的还是明代的 那么在这里面还有很多学者来参与讨论 包括国际上的学者 那我当时我也去过出过一本书 我今天本来想把这本书找出来的 结果可能书太多了没找到 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用了最 当时是最热的这个热视光 香港中文大学的热视光 来做这个测定 把对出现的标本做一个测定 最后呢是认为 我们以前认为的冠军 确实是明代早期了 那么好了我们现在到世界各大拍卖行 或者说世界很多博物馆 已经看到它的标签都已经改了 比方说我们要是去国外的拍卖行 书比也好 加斯德也好 像这种带数码的带红班的这个 它基本上都标不是标宋代的了 那这个不要 我们这里不再多讲啊 就大家可以自己去体现 那么但是呢就是说宋代一定是有军瑶的 一定是有军佑池的 而且呢我们说军佑池的那个产量是比较大 它的地域比较广 所以呢军佑池也有很漂亮的瓷器 那好了带了红班的我们特指 什么叫做冠军呢 就是特指是带这种支冰骚的 或者是带了数码刻印的 那这些呢都是军军词 这些都是军军的 那本来我还有好多标本的 今天就没有带那么多出来 对 没有带那么多出来 看大家还是很喜欢看食物的是不是 对的对的 来 哇哦 这个一个玫瑰籽 所以你真的会发现这种老的瓷器 它的那种就是内敛的那种 是是 韵味是不一样的 我看你刚才那个在你的PPT上有一个泡泡碗 有一个泡泡碗 这个 对一个泡泡碗 这个又好看 这个也很好看 这个漂亮 一个玫瑰籽的泡泡碗 对 你看 这个颜色 然后中间这一件 中间这一件 那这个形字跟我们刚才的这个标本的形字是一样的 也是一个盘 也是一个盘 折颜盘 对 形字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人家那个玫瑰籽红找的多一点 更厉害一点 你这就一撇 对的对的 这个气形和后面的枝钉都是一样的 对这个两千多万哪天 然后这个泡泡碗我多说一句 我当天我自己喝茶的时候就用一个这样的泡泡碗 但是是一个修复件 是摇指出的修复件 这里面的特点 蚯蚓走霓纹 倒是指一下看看 到时候在哪里 这里看不见 这里都没有 但我们看这个可能会更清晰一点 这个也没有 但是玫瑰籽是很容易看到了 玫瑰籽是很容易看到的 对 对有些在器物当中一放大好容易看见 没有天蓝柚的会更清晰一点 天蓝柚的更清晰一点 但是这里就看不见 这个块面找不到 对 下次有聚会再给他 我这里再说一下 就是丘蚓走霓纹 我们说一个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问一个为什么 就是比方说我们说蚯蚓走霓纹 那我们要知道 它为什么会出现蚯蚓走霓纹 对不对 你先问一个为什么嘛 对 那蚯蚓走霓纹 它的来历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军幼瓷 它是要树烧的 它拉完劈以后 它是要先树烧一次 那树烧一次的时候 它这个上面的这个胎之间 会出现一些隐形的裂纹 隐形的裂纹 但是我们用肉眼是看不见的 用肉眼是看不见的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除了景德镇的摇 它的由于它的含铝 铝的含量很高 所以它的密度非常高 但是呢北方很多窑口呢 这个胎土的密度比较低 密度比较低呢 当你在烘干的时候 当你在晒浪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些隐形的裂纹 对 那么这些隐形的裂纹呢 那当你最后就过右入窑的时候呢 你是看不见的 那所以你看不见的时候 你照样往上过右 照样入窑了 入窑烧出来以后 它一烧的时候 它这个裂纹就扩大了 那扩大以后呢 上面的右层 侵入到这个裂纹里面呢 就形成了蚯蚓走泥纹 它是这样来的 那么其实它这个呢 并不能说 就有蚯蚓走泥纹的 就一定是居窑 不能这么说 不能说有这个现象 对 只能说有这个现象 因为很多北方的窑 凡是它经过覆烧 或者是经过烘焙的 很有可能都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 我们要说就是 军窑它是一个标准的特点 就军窑里面 我们会经常见到这样的特点 对 然后很多朋友们也好奇 这种玫瑰紫 这个红紫斑是怎么出现的 这个是一种工艺了 那我们以前也有一种说法 那么我跟赵俊玉老师也探讨过 那赵老师的意见呢 就是它是一种双向 就是一种叶向分离的一种结构 但是呢 我们现在更加认可的呢 它实际上还是家财 那我今天我没有带一件标本来 其实我们看标本就很清楚 我曾经 我有一件标本 有一件标本呢 上面那个幼珠啊 这个红的幼珠啊 它是一个一个像 像什么 它是用那个幼珠放在上面 一搔的时候 它就往下流 往下流 就形成了一个红斑的 那是特别加料了 就加料的 有了这个标本 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个加料的 没有标本 你光是这样子看的话 你不知道它怎么来的 那个标本 我今天找了半天没找到 可能也是上课的时候 不知道拿到哪里去了 老师的标本也真是 可能被别人暂时借走 对 所以你看这些是没有指的 它也是有 这个也是没有指的 这个就是专门加了料的 是 那你看它这里都写了 是明珠的 看到没有这边 不是 第三件 上面写了是明珠 对 专门写了 这个像这一件 这一件水仙盆 六角水仙盆 六角花盆 这个下面是有数码款的 这件下面是有客款的 所以以前把这个也当作是送贷的 对 那这一件 这件我们现在看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你们 我现在看了一个 蚯蚓的 蚯蚓走霓文 我翻了一个 哦 它翻了一个 哦 对 蚯蚓走霓文 可以 非常 马上的给大家翻了一个图 蚯蚓蚓走霓文 对 哇你看他的 那这个下面你看 一定是有数码款的 所以这件一定是 我们叫做官军 就官用军 那现在这一类的 我看加世德 我不知道他怎么定啊 但是应该是定成明代早期的 是明代早期 是吧 明代早期 确实是我 哇厉害 你看这是我们小编 马上找出来了 马上找了图 龙泉算八大民谣吗 很好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那我们刚才呢 其实在我们做直播之前呢 大师姐也在问了我这个问题 就说这个八大民谣 这个定义是不是这样定 要不要修改 我说不用修改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八大民谣 其实民间有很多种说法的 那么你去让人家去接受 你某一个特定的说法 并不一定全面 对吧 所以呢我们说 我刚才也说过 就是我们当时做编撰 这个中国古道指标本重书的时候 我们挑出来的就有六十多个窑口 那么有很多窑口 它是在历史上是很有名望的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了 这个龙泉窑 一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 特别值得关注的窑口 对下次我们也专门做一个龙泉窑的 是的 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对 所以大家可以点个关注 加一个粉丝灯牌 目前我们都全部都是干货输出 是的 没有挂人和小黄车 所以大家不用心理负担 我们希望真的大家关注 收藏思想会这样一个平台 所有的这个机缘呢 都是来源于我在2007年 在电视台做收藏节目的时候 接触到这个领域 接触到这些老师们 才发现我们自己的这个文化当中 有很多其实是朋友们都不知道的 那我曾经作为自己就是一个宣传者的一份子 那在目前的这个阶段 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现在到了文化自信的阶段 是的 你看我们的汉服啊 还有你看现在开开放了 穿着汉服走出去啊 很多的老外还说 可能是日本 可能是这个韩国 都不猜是穿的 都不猜穿意思 所以我觉得可能更需要我们这种老师们 是的 他们平常很低调的 也没有说去做账号啊 然后然后去做IP啊 宣传自己 这些老师们反而是一块很大的宝藏 所以藉由今天我们这样的平台 我希望把我原来十几年前认识的这些老师们 一个一个的邀请过来 然后分主题的给大家多多分享 好吧 那其实大家只要点一个关注 加一个粉丝灯牌 然后在后台私信找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 我们会有楼刚老师的一套十三讲的课程 免免费费的给大家看的 好吧 就很简单的一个加入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今天其实我们是准备了八大民谣 但是按照今天这个节奏 我估计我们讲完军阳就差不多了 是的 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 我们不一定要说在今天这样的时间段内 全部讲完它 是的 我们其实做人留一线 下次 好相见 别有机会把老师给耗来了 然后趁机让老师把这个龙泉摇 把这个箭摇也准备一下 这个还没讲完呢 我就先插一下 现在他们以为我们要快讲完了 要跑了 我先告诉你们啊 下次我再跟老师把箭摇的这个内容也敲定一下 老师的这个箭摇的研究跟图录 我跟你们说在外面的二手的那些个书店都已经炒到了 两千多块钱一本了 但是真的没了 真的没了 我就剩下一本 所以老师对于建药的研究也非常厉害的 下次让老师带好标本 我们做专题的分享 好不好 所以就给大家预告一下 就是时间我没有的时候还真的是框死了老师 那我今天其实索性就让老师多说一点 要周和磁周我们其实是有准备的 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不就留到下一篇 好的 然后还可以再继续 这我有更多的理由邀请老师的 老师龙泉还没讲呢 是的 见谣还没讲呢 对不对 不要着急心愿扶提 要就要 要讲咱就好好讲 不然匆匆忙忙讲 大家其实也收获不大 对吧 老师再拍子要望 没有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我们还是把 此时此刻还是把君阳老师带来的 这个标本给大家看一看 看一看 对的 对 我们刚才说的 其实有一些东西呢 我们一定要 当我们去学习某样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了解它的前因后果和它的脉络 只有这样子呢 你才能够很站在一个相对高的高度 能看俯视下去 能看到一个全貌 我们老师以前总是讲啊叫以管亏报啊往往会犯错误 盲人摸象摸到这个象腿说这个象是一条腿摸到尾巴的时候这个象是个尾巴 那是因为你的高度不够 所以我们老师在学习古陶瓷也好学习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站到一个足够的高度 那么所谓的高度呢就是你一定要摸清楚这件东西的来龙去脉 他的前一阵 他的前一阵 他的爸爸是什么 他的儿子是什么 他的孙子是什么 比方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君瑶 那我们首先就要知道君瑶是怎么来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 他的前身是鲁山断殿 鲁山断殿瑶 那么这个断殿瑶呢在历史上其实也是个很有名的瑶口啊 那我们现在说八大民瑶可能排不上他 但是他是一个很多瑶口的起始 从鲁山断殿 从那个开始发源 从那时候开始 比方说我们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清凉寺的乳关瑶 它的直系发源就是鲁山断殿 那么君瑶的直系发源也是鲁山断殿 那我们经常在业内有一句话叫做官君不分 或者叫君官不分 就是君瑶和官瑶你很难区分出来 为什么呢 就由于它没有太多的元素是一脉相成的 都是来自他的祖先鲁山断殿瑶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很标准的鲁山瑶的 你们看看他下面的这个支钉的烧字的方式 和这个支钉的烧字的方式 这个这么大呢 对啊 这个地方 对对 那这个支钉的烧字方式是一脉相成的 看到没有 那到了军瑶 到了乳瑶 我们知道乳瑶同样也是支钉烧 只不过他把支钉说得非常小 为什么呢 那当然越小越好嘛 对吧 没有那么暴露 但是这种工艺就是从鲁山断殿瑶下来的 然后我们看这两个幼面呢都是乳卓幼的幼面 对不对 都是乳卓幼的幼面 这两个幼面都是乳卓幼的幼面 那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清凉是乳官瑶的幼面 就是乳卓幼的幼面 它是用的是石灰碱幼 对不对 那所以呢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些东西了 这下面全是满幼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一定也是支钉烧的 因为它这个墙竹墙上是没有幼的 所以它一定也是支钉烧 这件我们没有找到支钉就是了 这里满幼了 对 肯定是下面割了支钉 对 那这一件 这一件也是这个 这件漂亮 这件也是乳官瑶 不是 官军瑶 大家看到这个官军瑶里面的胎 跟乳窑的胎是几乎是一致的 就这些 对 我们再多讲一个话题 我们在座的这些朋友们 有没有人来自宝峰或者来自鲁山 我们以前经常说鲁山 有没有河南河北的朋友 河南河北的 我们把这个范围混蛋 对 因为我们大家总是以前老是在说你这个断电瑶跟清凉寺的 乳官瑶有什么关联呢 一个是鲁山县 一个是宝峰县 但是如果我们要去瑶址去看过的话 就会发现其实这两个瑶就在隔壁 应该有宝地人 有石家庄 有 所以我们的这个鲁山断电断电跟这个乳窑跟清凉寺 是近在咫尺 那有可能 我记得我们上次去如果开车的话就五分钟 从这个窑口到那个窑 走路的话可能也就是二十分钟左右 那么也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很可能他的窑工就是相通的 今天在这里上班 明天到那去上班 对不对 那由于这样子的话呢 又加上他的窑的磁土 可能是同样一个来源 然后他的右面的配方和工艺可能是同样的 对不对 所以他烧制出来的东西 有太多太多的相通的元素 用现在的话来讲叫遗传吧 对吧 叫遗传或者是叫各种元素 所以如果我们吃准了鲁山断电瑶的 他的这些标准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后面的东西往往是一脉相通的 所以我为什么老师讲一定要注重传承 那我们现在又说张公相啊 让我们回过头来说张公相 张公相他是用的是亮清用 他的来 他的传承从哪来呢 就我们刚才说的 现在考一考大家 听了以后啊 大家要回复一下 就我们说张公相 他的官遥第一个阶段是单向的 就是供职 第二个阶段呢是双向 第三个呢才是自己定一个遥骚 那么张公相的全身 单向的这个源头在哪里呢 源头在哪里 源头在哪里呢 刚才听了 刚才听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东沟 在东沟遥 这个就是张公相的全身 这个就是张公相的全身 大家如果光看这个位置 跟我们刚才张公相的这个 我再把那标本找出来 好累 有河南的朋友 是故意的 没有 你这啥意思呢 慢慢 那我们对比一下这两片 那我来拿 你要拿就不动 这样就 它就好 对 你看看 我们对比一下这两片 几乎是一样的 像 开片 发射 连它的胎 看到没有 连它的胎 是不是 对 如果我不说这个是来自两个窑口的 嗯 就可能判定它俩就一样 对的 唯一的不同呢 这个是下面是采用了更高端的方式 支钉 而这个呢 还是支圈 嗯 对不对 对 就它还是这样烧的 对的 就整个这个底是粘着的 这个是钉子上 是的 是的 立着烧的 嗯 所以这里面 我要讲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 我1999年的时候 在南京朝天宫 这个古玩市场啊 嗯 当时呢 有一件这个东沟的一个盘子 那个时候还没有东沟这个概念了 嗯 嗯 业界就是收藏界把它叫做绿军 嗯 那么当时我在南京古玩市场啊 看到一件绿军的盘子 呃 一个大 大概这么大的盘子 有点像你刚才拿的那个乳官窑的那个戏 嗯 就这种形式的 嗯 当时呢 这个开价给我开的是500元 哇 哇 500啊 但是呢 很多人他不愿意嘛 因为绿军的那个时候 很多人认为 他不是一个好的窑口 嗯 而且呢 他认为这个绿军是个杂牌窑 嗯 还有那些人干脆就认为他是赢品 这个呢 这个呢在我以前的我最早出的一本书叫中国寻宝地图 啊 在这本书里面呢 南京这一章里面我专门有讲过这个故事的 嗯 那后来呢 就大 这个大家都不认可这件东西 那我我这人散了以后就去跟这小伙子说 我说这东西也是绿军啊 他说哎总快有一个人懂 哎 那就便宜卖给你了 嗯 当时多少钱呢 是100块钱 哇 100块钱一个绿军牌 到了前年的时候 现在这个张公项非常火 嗯 啊 这个河南的这个啊 这个清清幼池非常火 那么河南那边又出了 出现了一件这个绿军的盘子 有点类似 那然后我就问我这个朋友 我说这些东西现在要多少钱呢 他给我开了个价 是这个价 嗯 所以呢 现在大家想一想啊 还是那句话叫什么东西叫 先进入 先进入 然后车车 对 所以呢还是 但是这个前提就是我们大师姐说的 你一定要不断的去补充你的这个知识 不断的补充这个知识 今天这个知识可能没用 明天也可能没用 但是后天呢 大后天呢 对吧 你不断的去吸这个东西 你每一天都吸收一点 每一天都吸收一点 他其实不累的 而且也挺好玩的 对 那你每天吸收一点 每天吸收一点 到了关键的时候 就用上了 就用上了 这很有意思的 对 我们现在还不接受连线啊 因为我们才刚刚开播 好的功能还不会玩 您可以申请加入粉丝群 找到工作人员 我们以后可能也可以帮忙就是看看东西 但是要你可以拍照片 是是可以拍照片 好吧 也可以就是做一些交流 好吧 好 那关于今天我们分享的乳谣 歌谣 定谣 军谣和 还有一个啥谣啊 今天好像就分享了五个吧 我们就留一点 好 下次再来 下次我哪天再约老师 好的 当然也给大家留个几分钟的时间 对于今天那些内容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今天只是能够说普及一下 但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某几个窑口 我们其实是可以在周边深入的 是的 因为我在看到景德镇摇 哇 景德镇这个可能一下午都讲不完 是的 还有要周摇 此周摇 对对 我觉得不如下次就要周摇 此周摇 龙泉摇跟镇摇 对 景德镇我们再约一次老师 哈哈哈哈 单独在讲 单独在讲 是吧 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就这么说定了 其实你这里面每一个窑口 都足够你讲两三个小时 甚至讲一天的 对 都可以的 但是呢就是看时间 然后呢有一些看要求 大家一些要求 对吧 我还是这个观点就是知识越多越好 我们以前的老话讲记不压人嘛 对 就你身上的带的工具越多 你将来在社会上行走的话 你的机遇就会越多 对吧 所以呢我也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 分享我的一些经验吧 对 或者是在这个业界里面 这么多年累积的一些经验啊 和一些知识啊 然后和一些 我们经常说去研究某样东西的时候 你是想的跟人家想的可能不一样的 我们更多的是从这个学术方面 或者是从一些这个知识方面去探讨 所以呢它是没有 往往是没有什么功利性的 但是它非常重要 对对大家来讲会非常重要 对所以点好关注 下次开播的时候就明白了 因为明天的话是安排了那个家具的老师 那下次楼刚老师是什么日子 我们到时候给大家通知 但是你得顶好是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提前预告 然后就是看看大家的问题 电子资料和书籍以后可以在这里买到吗 你可以进我们的粉丝群 可能那个好操作一些 现在我们还不会挂小黄车 这个账号的押金还没交是吧 店铺还得才刚开播 大家包涵 大连出发才刚开播 才开播了几天 所以店铺啥都没搞 所以没有挂任何小黄车 希望这个直播间永远播下去 提出这么高的要求 期待下一场 明天是蒋念慈先生 也是这个整个古董家具圈来说 非常顶得大拿老师了 你像现在创的顶高的这个 就是子坛家具的记录 都是他们的一个收藏 在业界来讲 古董家具来讲都非常 喜欢这个蒋念慈老师的 好吧 明天下午两点钟来 找我们的客服或者说私信 关注主页 然后后台私信我们的客服工作人 就可以了 然后再看一下大家的几个问题 没有支钉就不是冠军吗 不能这样说 没有支钉就不是冠军 因为还是那句话啊 就是换事都不能绝对 我们只能说就是官军它是大 就我们说大概率它是用支钉来烧的 因为支钉烧呢它有两个特征 一个呢是或者我们说有两个前提条件 它用支钉烧 第一个呢是它的这个成本会非常高 它用支钉烧的成本会非常高 所以呢只有这个不计成本的烧制瓷器 它才会去用支钉来烧 那么第二个呢是它这个支钉烧的工艺难度非常大 那么所以呢我们刚才说的就是 你不能说它是不是用支钉烧 它就确定它是不是官养 那有些器型 比方说你有一些超大型的器型 你就肯定是不能用芝麻橙丁来烧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能用电圈来烧对吧 所以万事都不是肯定 但是它是作为一个特点 你要记住有和没有 它的可能性有多大 对所以钱哥收到了不 回答你这个问题了 好了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直播间也不着急 戏学长流 而且认识的这些亦师亦友的老师们 他们也很支持很愿意我 又挑起头来了 又来做这个就是说 传播的平台 所以都是这都是义务的 真的是义务的 像平常你要请这些老师都很难的 你像楼刚老师 像前天的我们这个美院的孙黎教授 人家博士生导师啊 对那几乎不是出去外面讲什么课的 如果是商业邀请的话 都得好多好多米的 你们懂的 现在都是老师们义务的 在我们这个平台做一个传播和分享 所以大家请珍惜 好吧对慢慢来请珍惜啊 那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 请问楼教授 开片级金丝铁线是后天养成了 还是初遥的时候就有 对的这个我们刚才也讲过这个问题了 就开片呢原来是烧遥的时候 就会产生开片的 但是呢以前呢 后面又会再开 对以前呢我们就是遥工认为 开片是个遥病 所以呢它会尽量的就在烧制的过程中 用各种技术手段把这个开片 把这种遥病解决了 现在的一些锦德症的狼红 那到了南兽官邀以后 就大量的产生了开片 看你喜欢 看你喜欢 市场上就会出现什么 是的 好吧 今天很开心 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分享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好 每天两点 谢谢大家 在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